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实施以来 我是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促进了闽台农业合作发展 截至目前 全市从事闽台农业合作的台资商市主体 共有57户 年产值约2.55亿元 全省唯一一个种子种苗台创源 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园 累计引进台湾农业优良品种300多个 台湾先进种植养植技术50多项 审议中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 条例总体实施情况良好 但仍存在 台湾优势农业特色产业 精致农业产业的引进力度不够 条例实施的配套措施不够全面等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要发挥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 和海峡两岸现代农业示范园的示范带动作用 发挥我是展会优势 吸引更多台农台企参展参会 推动交流成果 落地转化 加强规划指导 能够有效地整合利用现有的土地 合理的规划 煮炒以后打造现代农业创新的服务平台 能够根据台湾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的这个模式 来给予先硬的土地利用 使用的这个政策 引起他们按照台湾地区 现在比较先进的 有特色的一些原型运营模式来经营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建议 可在闽台农业合作方面采取小切口立法 为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提供更有利的法律保障 要更加注重学习借鉴台湾休闲农业优势 加强与台湾农业产业的合作 特别是接受县门的特色和志愿秉护 来发展这个休闲观光生态理由 欢迎订阅点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农可议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